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想杀人 而关地面旁边不远处就有一个二十多米高的悬崖 日寇把屠杀长选在了那里 屠杀开始后 日寇将村民一个一个叫到门外 把他们带到悬崖边上 那里有柜子手在等着 村民一被带到那边 就被笔站在悬崖边上 由柜子手用刺刀将人捅死 然后推下悬崖 日本人在悬崖边上杀人 在寺庙里的 村民并不知道 他们还在猜测 为什么乡亲们一个个被叫出去 却没有一个人被带回来 他们以为人被带出去审问后 没有问题应该就放了 怎么也想不到 却是一个个被带到悬崖边挑死 更不知道他们几十个人 其中在庙里就是登死 大约被叫出去十几个人以后 又有两个日本士兵进入庙里 他们将十八岁的村民李泽民带出去 以为带到悬崖边上一看 遍地都是血迹 他知道日本人并不打算审问他们 而是要直接将他们处死 于是不顾一切大喊起来 可惜他才喊了一声 被关在庙里的村民也没有听到 他旁边的一个日后 已经拿几根木棒向他劈头打去 李泽民把刀去歪 木棒打到他的肩上 断成了两截 这时李泽民在悬崖边还没有站稳 等在那里专门杀人的日本士兵 已将刺刀捅入他的体内 他不甘心任人宰割 顺势躲了一下 日后的刺刀并没有刺中他的要害 他忍得剧痛 伸出双手去夺墙 日后一着急 使劲去拔枪 李泽民双手顺势一推 那个杀人的日后 退不及防地向后摔去 刺刀也从李泽民的体内拔出 也就在那一瞬间 李泽民又转身朝抓 让他的那名日本脸上狠狠地揍了拳 那个日后一痛 也松手了 他趁机跳下二十多米深的悬崖 躲在死尸堆中 这才侥幸得以逃生 而那一天 被关在灌地庙里的另外六十二名村民 全部被日后杀害 无一幸存 除此之外 当天日后还在东寨村采用火烧 炸刀炸 枪杀等手段杀害村民四十多人 全村加起来一共有一百零六人 惨死在日后的屠刀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